是云家的几位哥 给诸位长辈请安 这若是走在马路上 我们都不敢认了 真是大便样子呀 诸位长辈 乖宝现在不方便出门 特地让我和诸位解释一下 没事没事 我们都知道他现在不方便 跟以前不一样了 秀水村的乡亲们入了京城以后 都是极为规矩的 连带长看京中大街眼花缭乱时 也没有大喊大叫 直到看到云家人 站在大门前等他们一行人的时候 才忍不住挥挥声 我看到燕哥和他媳妇了 我看到云老爷和云夫人了 我 我 我看到乖宝了 你们是坐身的 来看村里的小背 哪有行李一说 这不是折杀老三吗 今日只要相亲之情 没有成下 好好好 那我们便不跪了 灯村里人入了服饰 天呀 我还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宅子 比我们镇上的大户人家 都要豪华很多呀 有这么大的院子 得走到什么时候啊 哎呦 瞧瞧 这花长得真好哎 这里还有假山 好高啊 还有从湖中走的林郎 还有顶呢 这下雨天 就不怕临着了 这次一同前来的 还有云家三个媳妇的娘家人 私下的时候 两人都是好好敲打了两人一番 再三叮嘱 让他们不要被外人挑拨了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真要被舍弃了 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原本成夫子 也想带着家里人住客栈 小妹整日惦记着外祖母 外祖父 在家中早就已经收拾好 诸位乡亲们 许久未见 别来无恙了 老天爷 我出去了 我看上安宁国最厉害的三个人了 太上皇圣体安康 皇太后万福今安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诸位乡亲们平身 请起吧 不过几年不见 诸位长辈就以我身份了 唉 我还是走吧 这两位开始养老之后 就放飞自我了 没眼看没眼看啊 又来了 又来了 他吩咐身边的嬷嬷 借手喜公公 从宫中带来的银碗筷 是的 为了蹭饭方便 又让身边伺候的人保住小命 太上皇退位以后 专门让人打造了几套银碗筷 包括酒杯 这样便不用让人咽毒了 我去吧 你先走 然后我专门 我去吧 我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